随着电脑科技的发达网络资讯除了方便民众取得各种资讯之外 也让日常生活的消费方式越来越便利 台中市政府经济发展局跟台湾经济研究院 4月25号下午在台中市政府会中楼四楼集会堂 举办一场IdeaX跨域创新论坛 Fintech创新进化论演讲座谈会 邀请产业人士跟民众一起探讨 了解未来第三方支付Fintech的创新趋势 为台湾中小企业跟微型创业人士启发灵感 注入一股金融的创新活力 在全球的销售已经有非常大的部分 已经从实体转为到虚拟了 甚至电子商务也是台湾认为 未来服务业输出以及产品输出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 既可以把一些相关的商业模式往外输出 那么也可以达到让中小企业可以不被通路垄断 这次座谈会邀请的三名演讲人都是网络金融专业人士 包括在消费数位领域上有20多年经验的科技公司创办人杨瑞芬 担任资深律师仲裁人多角化经营的简容中 以及第三方支付科技公司执行副总刘云辉 在演讲会中并且跟现场的民众说明 进入21世纪金融科技时代之后 对于中小企业跟商业市场有什么影响 一般我们讲金融科技可能包括了第三方支付 包括所谓的P2P的一个网络借贷 不是说像中国大陆比较多的叫股权众筹 就是大家一起去投资一些项目 那这些项目呢其实都因应这个数位金融的发展 在台湾也慢慢的有一些落实 台中市经济发展局表示 网络科技改变我们的消费习惯 金融交易模式已经从银行加值服务 转换成网络金融科技的新形态 以银行跟手机结合的第三方支付商品 平台产生资讯方式 让交易更方便更迅速 台中市经发局希望全力推展Fintech系统 让民众了解如何结合网络跟科技 带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记者崇文旭 吴一军 台中报导 cond 监 Twelve nation 黄豪 亿 郭